真的你只要不要寫錯 我是覺得應該都還蠻穩定的 前提就是不要寫錯 大概90%以上的同學 就是遇到那個寫錯的問題 比如說哪些地方有錯 有的時候因為我看太多同學 發生了錯誤 所以你一執行 我大概就知道為什麼了 比如說第一個 剛剛同學問的第一個問題 輸出的時候 因為這個等號後面還有一個等號 因為公式本身就是有等號 那你不能說沒事就把這個等號拿掉 如果你把這個等號拿掉會怎麼樣呢 資新的話它就出現這樣子 有沒有一看就知道前面沒等號了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等號補上去 基本上結果就OK了 就這樣而已沒什麼太大 第二個問題的話就是 也是很多同學 民生管理員裡面 理論上應該有101跟102 但是常常同學忘了加102 或者是說 輸入之後露了一個enter 所以理論上會這樣子 我把它刪掉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把它刪掉 你會發現 這邊會出現什麼 緊開頭的錯誤 NAN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緊NAN錯誤的話 那一律就是沒有那個名稱 OK 所以如果你看到緊NAN的錯誤 那表示說 你沒有這個名稱 OK 所以一看很多訊息 所以馬上可以知道為什麼 你就馬上反應 你就把那個問題解決掉了 那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一樣嘛 你就把那個開講102加回去就可以 那加的方法 我拿這個複製一下好了 這個比較偷懶一點 然後 然後游標放這裡 拉過來Ctrl Shift向下 然後定一個名稱嘛 把它輸入上去之後的話 Enter 記得喔 這個一定要Enter 那怎麼知道你有沒有進來 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看一下 有了有沒有 範圍對不對 對了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同學有加這個名稱 但是指的範圍錯了 比如說可能應該是這個範圍 這樣可能指到哪裡 指到I而已 有沒有 那怎麼辦 沒關係你重選 重選的話就是 重新選取 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然後打勾就可以了 這樣就重選 或者是你刪掉之後重來 可不可以也可以啦 反正名稱管理員 有很多種方式 可以變更的 好 那這樣的話 做完之後 切回來之後 那就恢復正常了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剛剛 假設有出現那個 Name的錯誤啦 反正請你自己再檢查一下 另外還有什麼錯誤 剛剛好像還有同學 出現的錯誤是 公式打錯 比如說改了 後面沒改前面 類似像這樣 執行會怎樣 結果有耶 剛剛好像出現錯誤 那類似 你們其他部分 請各位自己再去找找看 好 好 大家類似這些錯誤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做完之後 我剛剛提過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不要做格式化 而是希望說 因為你如果這樣子 我還要捲動到下面去 其實還是不太方便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要呈現一個結果 讓你的老闆 讓你的客戶 感覺很貼心的話 那表示呢 你這個UI 你這個結果是做得很好 所以要怎麼樣 做得讓人家覺得很貼心 應該知道說 其實列表會更方便 所以我要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12 21 27 直接放到這裡來 那這樣就方便了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剛剛是把那個的底色 改成黃色喔 可是我要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 直接複製到另外一個儲存格 所以喔 其實寫的方法很簡單 前面好像寫過 蠻多的 只要在中間加一個等號就可以了 那記得喔 這個等號呢 就是敘述跟他講說 這個儲存格 放到這裡 那另外還有一點 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如果等號喔 來源請你寫後面 放後面 目的請你寫前面 就是把後面的資料 複製一份到前面去 這樣就OK了 那要怎麼寫喔 寫一次給各位看 所以喔 我們再增加一個 sab 叫前七名好了 ok 那拿什麼來改 所以打一個sab 然後 ok 打一個前 好 Enter一下 然後呢 直接拿格式化的程式來改好了 那有哪個地方要改 第一個喔 底色的部分 有沒有 把它delete掉 那delete掉 實際上指的是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這個儲存格 12喔 那要複製到哪裡 特別是我剛剛講喔 複製到F2 所以F2在哪裡 F2在這邊嘛 所以呢 如果你要複製到這裡的話 那程式的寫法是這樣 就是寫在前面 sales 哪一列 第二列 的F欄 等於 這樣就ok了 就是把這個資料 複製到這邊來 他就懂了 你要複製過來 ok 那我們現在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得到的結果會怎麼樣 欸 有耶 但是只有39 為什麼 因為喔 12放進去了 再來怎麼樣 21放進去了 又蓋過去了 所以直到最後一個39 那意思前面的東西跑哪裡去 都被蓋掉 那不對啊 我又不是要蓋掉 我希望怎麼樣呢 我希望喔 12放在這裡 那21就放在下面 再來27再放下面 有沒有 所以變成說 一個一個的往下放 而不是蓋過去 所以要怎麼寫喔 這邊可能要想個辦法 讓他不要蓋過去 那關鍵的地方應該在這個2啦 那這個2應該是要變動的 那怎麼變 他第一次是2 可是如果放一個數字進去之後 他應該要變成3 那如果再放一個 他變成4 所以是什麼 加1的概念 加1存回去 所以喔 以後如果你有這種類似的邏輯的話 我想到的喔 就是會把這個2 變成一個變數 那變數的名稱喔 我習慣用k好了 k預設值等於2 那這樣子2 k 他第一次的值就是2 所以我把這個值放在這裡 k 所以這個時候f2啦 但是問題喔 我希望還多增加一個敘述 什麼敘述 就是當我把資料放進去之後 那個k的值會加1喔 那加1怎麼寫 很簡單 k等於什麼呢 k加1 意思就是說呢 我把它加1之後再存回去 所以如果我執行下面這個敘述的話 他就會先執行後面存回去 所以把2加1存到k那就變3 那再下一個變4 再下一個變5 欸 那完全滿足我們現在的需求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程式吧 所以 其實我大概改的步驟不多啦 就格式化這個範圍 程式摳過來 然後改中間這個後面的敘述三調 然後呢 複製過來的時候多一個k k的預設值等於2 從第二列開始 每當我call一個進來之後 把它加1之後存回去 好 大概程式就這樣子 好 那最後ofok呢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欸這樣就列表了 有沒有ok 那最後當然多一個清除 如果前七名要清除的話 一樣嘛 把這個複製過來 然後後面加一個清除吧 其實應該這個自己寫應該ok吧 清除的話就是 這個就不是for i 等於什麼呢 2到43 因為它只有到8 所以這邊可以改成8 有沒有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然後 我要清除的資料是在哪裡呢 這個 所以呢 一樣打一個sales 第i列 逗點 哪一欄呢 f欄 裡面的資料 幫我清空的話 就等於什麼 等於兩個雙以後 這樣就ok 這樣就清空 試試看好了 清除 執行 這邊才對 游標放這邊 支清 清掉 前七名列表 ok 有了 清除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今天這個 後面兩個按鈕又ok了 所以 一樣我可以把這兩個按鈕 就是拿來改好了 比較簡單 所以我的習慣是按右鍵 然後再點下面這一個 一次複製兩個好了 然後複製它 貼到下面 然後這樣的話 拿這兩個來改 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是前七名的 然後把這個名稱複製之後貼過來 好 改完畢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按下去 ok 按下去 沒問題 那這個就是我要的結果 這個可以清掉 所以理論上清除 輸出 然後格式化這邊有 這個 然後清除這個也ok 好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完成了 今天的練習 所以 不過這個做完之後 馬上就有同學 就問了另外一個問題 他說老師這個地方 雖然這樣ok 可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前七名的排序 直接就是幫我把第一名的 放在第一個格子 把第二名放在第二個格子 第三名放在第三個 那現在是不是 現在不是 現在是 循序的往下 找到直接放 可是問題是 他第七名好像放第一個 底下再來應該就是放這個 變成是再放二十一 有沒有 所以好像不是按照前七名的順序 所以啦 你們想想看 假如我那個前七名 我是希望按照一二三 一直放到七的話 成是要怎麼修改 剛剛的這個成是 是 找到之後放過來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希望改成 按照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排序的話 怎麼做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先照著 這個第一個方法 再看看第二個方法 然後